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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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好熟悉啊 好像在哪见过 不对 这不是刚才超过的那辆巴士吗 老马几倍有些凉 怎么可能 刚才明明超过的呀 这条路老马走了好几年了 没有什么劲道 车不可能从别的路上超过来 那他是怎么就到我前面去了呢 老马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按了喇叭 准备抄过去 看看司机是何许人也 车载自于巴士并排 老马望了望驾驶座 灰蒙蒙什么也看不清 老马又按了下喇叭 把车开得近了些 再仔细一望 驾驶座上 没有人 老马感到一阵凉意 全身都僵住了 也不管三七二十一 猛踩油门 飞速地抄了过去 当抄到再也看不见了八十时 老马松了口气 回忆刚才的情景 越想越后怕 老马实现一些鬼神的 开长途的老司机基本都信 觉得今晚不宜再跑了 于是就从一个岔路上拐到乡里过了一夜 这就是司机老马讲的故事 事后老马就再也记不起 那个巴士的车牌号了 从那天起 老马就再也不开夜车了 他说晚上再走那条路还感到后怕 第二个故事 消失的拉面馆 这个故事是我从一位姓王的老司机哪里听来的 他跑了二十多年车 路上经历过不少骑士 以后还会讲到他的故事 听老王讲 那是两千年的事了 有一次 老王拉了一车服装 从乌鲁木齐到阿克苏 由于老板催着要货 老王不得不连夜赶路 但是天有不测 半路上老王的卡车出了故障 待老王修完车 已经是晚上十一点了 老王没有吃晚饭 肚子非常饿 于是想赶到心远 阿克苏下一个县 去吃点东西 老王开了半个多小时 突然看见路边微微亮着灯光 老王心里嘀咕 这一段路上全是戈壁滩 应该没什么人住啊 待走进一桥 微弱的灯光下 回民半面忘几个字 依稀可见 哦 原来是个饭馆 这么晚了 怎么营业呢 刚瞧老王正饿的难受 于是也没多想 就在路边停了下来 多少吃点东西 老王下了车 看见那是一间很小的屋子 孤单单的矗立在路边 背后就是戈壁滩 远处是连绵的群山 在这种地方开馆子 真是奇怪 老王想 门是虚眼的 在晚风的吹动下 吱嘎作响 老王听了 不知为什么有种不好的感觉 但饥饿驱使他走了进去 店里很暗 只有一盏辉煌的灯泡亮着 一个顾客也没有 老王进去后 一个五十多岁的回族老汉迎了上来 微笑地说要吃什么 老王看那老头倒也和蔼 心安了不少 他要立盘过油肉拌面 坐在了位置上 老王环顾四周 这家店的摆设非常简单 墙上挂着伊斯兰风格的壁画 周围也就四五张桌子 很旧的样子 老王的这一张 还枝嘎作响 靠近老王的墙上 挂着一张破旧的日历 上面的年份是1985年 十五年前的老黄历 怎么还挂着呀 老王纳闷 老王等了两分钟 面就上来了 恶极的老王买头吃了起来 那老汉就坐在一边 微笑得看着 席间 老王问那老汉 怎么在这荒山野岭上开店 老汉很不自然地笑了笑 短短地说是开了很久 习惯了 老王又问 这么晚了怎么还开店 老汉又甘笑了一下 说一直是这样的 老王见老汉不怎么会说话 也就没多问 饭后 老王问多少钱 老汉回答 五元 倒也不贵 老王掏出了一张五元的给了老汉 老汉看了那钱半天 好像第一次见到这种钱似的 老王说 这是新版的 老汉这才收下 老王上了车 见老汉在对自己招手 老王也挥挥手 发动车 离开了饭店 大概开出了一百米 老王瞄理眼后示尽 见那老汉还在对自己挥手 动作好像与之前的一样 老王也没在意 在车上 老王想 这家饭馆味道不错 价钱也非常便宜 以后要常来 从前怎么就没发现这家呢 车奔驰着 饭馆幽暗的灯光缓缓没入夜色之中 一周后 老王有一批货要拉到乌鲁木齐 临近中午又走到了这一段路上 老王想午饭不如还吃那家吧 于是就寻找那家饭馆 可是车开到了饭馆附近的路段 却怎么也找不到那家店了 连屋子都没看见 明明就在这附近呀 老王疑惑了 刚吃过的店就这样消失了 老王想着心里有点凉意 不行 再回头找找 老王又掉了个头 他是个较真的人 大有找不到不罢休的架势 依然没有 老王头皮发麻了 肯定就在这附近的 一间屋子怎么就平地消失了呢 走着走着 老王突然发现 前方的路边有一段断墙 老王心中一紧 这段墙好熟悉啊 对了 这不是一周前吃饭的那家拉面馆吗 怎么被拆掉了 老王特意下了车 来到飞墟前 这墙早已风化了 应该说早就成了石头 与戈壁连为了一起 没有十年以上 是不会这样子的 也就是说 这屋子已经拆了很久很久了 老王脑子一片空白 发疯似的跑回了车里 开离了那段遗迹 许多年过去了 老王对那晚发生的事情还记忆忧心 从那以后 老王就再也没有在路边的拉面馆吃过拉面 他说 看到那拉面就感到恶心和恐怖 第三个故事 世外桃源 对新疆有些了解的朋友应该知道 新疆北部 北疆 水草茂盛 森林 草地 湖泊遍布 气候也好一些 而南部 南疆就差远了 基本就是荒山 沙漠和戈壁 但有人却信誓旦旦地宣称 在南疆戈壁深处 发现了一块水草丰美的绿洲 还有芒谷族同胞居住 那个人 就是今天故事的主人公老李 那是1993年 老李在若羌县某局当司机 若羌县位于巴音郭棱州境内 塔格拉玛干沙漠南远 地理位置十分偏远 至今 那里的人口只有不足八万人 但这个县却极大 相当于五个浙江省的面积 真正的地广人稀 当然 这里辽阔的土地 清一色是戈壁荒山 还有沙漠 那是93年下的一天 老李送某局的领导 去库尔勒赶火车 去乌鲁木齐开会 当初沙漠公路还没修成 从若羌到库尔勒 最快也要两天 送完领导 老李又休息了一天 然后开车回若羌 行了一天还很顺利 但到了第二天下午 眼看快到若羌了 前方的道路却被施工队堵住了 上前一问 原来道路两旁的山塌方了 把路全堵死了 只能走变道 老李没法 只得拐到一旁的变道处 那虽说是变道 但严格算只能叫车辙 由于塌方来的突然 仰路段的师傅 只能用大货车先在一旁的山谷里 扎一条小道绕过去 作为临时的通路 那变道也着实难走 老李开的是普通桑塔纳 在柏油路上开开还算可以 但到了这里 路面极为崎岖 老李的普桑只能慢慢开着 稍有不慎就有翻车的危险 开了约两个小时 还没有走出去 老李慌了 这变道怎么那么长啊 是不是走错了 老李停了车 头伸出窗外望了望 这一望 老李发现前面的车辙印没了 这怎么可能 明明紧跟着车辙印走的呀 怎么就没了呢 老李慌了 赶忙下车 看了看走过的路 只有他一辆车的辙印 老李想 糟了 走岔路了 于是老李又调转了车 开回去准备再找那要命的车辙印 老李开回去七转八转 却怎么也找不到那变道的车辙印了 老李也是个老司机 确信自己走的路应该没错 但为什么路就没了呢 老李百思不得其解 转了大约一个小时 眼看着天暗下去了 就是找不到路 老李不得不承认 他迷路了 这时他已经是又饿又渴 车上的水早就喝完了 当时手机还远为普及 老李知道 要是今天走不出这里 那可就糟糕了 就在疲惫的老李 马上就要绝望的时候 忽然发现 旁边的山下 有一条很隐蔽的小路 老李大喜过望 有路就有希望 老李不管那么多 开车来到小路的路口处 那路很窄 处于两座山的缝隙处 只能容两辆车并排走过 老李没多想 将车开了进去 这是一条下坡路段 老李开了一个小时 天已经全黑了 悠悠山谷 只有老李一辆车 在这神秘的路上走着 老李心里有些害怕 但他坚信 这条路一定能通向有人的地方 很奇怪的是 这路一直是下坡 而且坡度还挺陡 看地势 这路似乎通向一个盆地 但老李在若羌待了十几年 没听说有什么盆地 但现在不容老李多想 开到尽头才是首要任务 大约又开了半个小时 突然老李觉得眼前豁然开朗 两旁的山没有了 变成了巨大的下坡 路也没有了 融入了下坡之中 而这下坡通向的地方 黑悠悠什么也看不清 老李心一凉 难道又错了 但既然走到这里了 就继续沿着坡下吧 由于是下坡 老李开得道也轻松 也不知开了多久 老李已是饥渴难耐 就在老李快撑不住时 下坡不见了 车开在了平地上 终于到头茂密的松林 奇怪了 若羌是全国出名的干旱少与贫困县 哪来的松林啊 老李下了车 只觉脚下软软的 仔细一瞧 竟然是草地 老李看了看周围 这是哪里啊 周身都是茂密的松树 自己竟然置身于松林之中 有松树和草 就一定有人 老李不顾疲惫 先把车放在原地 前面的路没了 向松林伸出走去 走了不一会儿 就看见了亮光 老李终于见到了希望 走进了亮光 原来是一个蒙古包 老李敲了敲门 蒙古包里走出了一个蒙古族老太太 老李比划着说明了自己的经历 老太太倒也和善 让他进了蒙古包里 给他沏了一碗茶 老李看看四周 蒙古包里设施十分简陋 没有电 用一盏不知什么年代的门油灯照明 显眼处挂着一幅成吉思汗的画像 这里似乎只有老太太一人居住 老李又比划着说明今晚要留宿 老太太笑着答应了 直指自己 又直指蒙古包外 摆出睡觉的姿势 老李明白老太太今晚把蒙古包让给他住 而自己另寻住处 老李挺感动 这里的人真朴实啊 这一晚老李没吃东西 喝了几碗茶 就呼呼睡去了 第二天一早 老李起来到了外面 再一次被身边的美景惊呆了 这是一处位于深山里的草原和松林 到处绿意盎然 远处熙熙落落的 有几个蒙古包 羊群在远处山间的草地上吃草 几个蒙古族牧民 骑着马向远处走去 不一会 老太太回来了 给他断来了奶茶和酥饼 老李早就饿了 狼吞胡咽吃完 吃饱喝足 老李比划着问了问出去的道路 老太太摇摇头 老李有些失望 他又问了问周围几个蒙古族人 他们都不知道 老李觉得很奇怪 他们难道不出去吗 老李没办法 不能耽搁了 反正也吃饱喝足了 老李决定自己找出去的路 老李从车上取下水壶 从老太太那灌了一壶水 开上车 原路来到昨晚进来的那条下坡路上 老李想 原路找回去 或许有希望 不行再回来 走到下坡路的路口 老李又看了看 那片美丽的草原和松林 怎么也想不通 在荒凉的群山深处 竟然有如此美丽的土地 感慨一阵 开车开进了那条神秘的路 上坡比较吃力 老李开了半天 才从尽头出来 由于天还早 又吃饱了肚子 老李精神倒不错 拐了几个弯 很快就发现了便道上的车折印 老李顺着车折 这次没有迷路 顺利开了出去 回到若羌 老李问了很多人 但都没打听到那片地方 他们还认为 老李在开玩笑 这干旱的鬼地方 怎么可能有草原和松林呢 老李没办法 也就不问了 后来 老李特地开到了当初迷路的地方 想再找到那片土地 但是诡异的是 那山谷里的下坡路 再也找不见了 至今 老李还念念不忘 那个梦幻般的地方 他相信 那个神秘的美丽草原 还隐藏在若羌附近的深山里 隐藏在这个 以干旱缺水著称的 国家级贫困县境内 深处不为人知的某个地方 第四个故事 冰室 这个故事是我以前的邻居告诉我的 不过现在搬走了 以后再没联系 他从前是一个养路工人 众所周知 新疆的养路工人是比较辛苦的 常年在公路上作业 有些公路处于偏僻的戈壁滩 没水没人 不仅要忍受恶劣的天气 还要抵挡寂寞的煎熬 但这些比起我这邻居来说 是小屋见大屋 因为他工作的地方 堪称无人区中的无人区 那就是 新藏县昆仑山段 虽说新藏县走的车很少 如今青藏铁路也修好了 走的车就更少了 但还是有一些军车 国防需要和极少的货车 胆子大挣钱不要命的司机 参见故事时走这条路 虽说走的车少 但毕竟是国家一级公路 养路工人也是必不可少的 我的那位邻居就工作在这里 没有动物 没有植物 没有人 连车都几乎没有的昆仑山段 新疆境内 上 每周 他们养路队的人都要开车 从山下的基地进山 在山里工作四到五天 然后在下山休息一天 有时遇上恶劣天气 可能困在山上半个月也下不来 所以每次进山 他们都要带足食物 以防不测 水可以不带 山上有血水可以喝 那是1988年的四月 我那位邻居小王和队友 一起又进山了 他们维护的路段比较高 平均海拔在三千米以上 基本处于雪线以上 从基地到目的地 要开一天一夜的车 进山的队员有五名 开两辆北京吉普 一辆做人 一辆放物资 食品 汽油等 进山后开了半天 逐渐上到海拔2500米处 天下起了雪 这里下雪太平常了 天色一下暗了下来 两辆吉普开着车灯 缓缓在山间行驶着 行到大概下午六点多时 小王前面的车突然停下了 小王下车 想看看是怎么回事 走进一桥 原来是前面的路 被一大团雪堵住了 好像是这离雪太大 山上的雪迹的太多 都滑下来了 虽然这段路 还不属于他们的养护范围 但为了通过 只能停下来 把雪产完再走 五名队员都下了车 拿出吃饭的家伙 铁锹 开始铲除堵在路上的雪 产了一阵 队员们觉得不对劲 堵在这里的不是雪 而是冰 这是一块很大的冰 高两米 宽度于路一样 不知从何处来 正好挡在并不宽敞的路上 队长健壮 命令队员改换工具 用凿子凿兵 这冰可不是那么好凿的 当时气温很低 融化是不可能了 只能一下一下地凿碎 五个人凿了三个小时 也只凿开冰层的四分之一 这十天已经黑了 大家打开车灯 借着光继续凿着 就在这时 有个队员妈的叫了一声 这兵里有东西 其余四名队员吃一惊 都走上去瞧瞧 这个队员负责的兵层凿得比较快 已经接近三分之一 小王透过车灯 朝兵的深层一望 脸刷得白了 那兵里好像有个人 大家都有些害怕 身边的活也不干了 呆呆地站在那里 还是队长冷静 他喊道 别看了 继续凿 一个死人有什么紧张的 大家这才醒悟过来 现在的任务是凿通路 要是凌晨之前凿不完 那就大大耽误了养护的进步 于是 大家拿起工具 继续凿着 不一会 又有队员喊道 还有一个人在兵里 大家的心又紧张了 围在那名队友身边 朝冰层里一敲 果然还有一个人 冻在里面 这个人离冰表面比较近了 大家可以看见 哪个人的模样 中年男子 穿着土里土气的衣服 嘴张得很大 而眼睛是睁着的 很显然 这个人被冻在里面 之前那一刻 一定是受到了什么惊吓 死不瞑目 大家都被眼前的景象吓坏了 加上天冷 有些队员竟有些发抖 队长这次改变了命令 决定先把尸体挖出来再说 但说虽说 大家都不敢 还是队长自己胆子大 自己拿个凿子 爬到冰上 框框敲了起来 其余队员健壮 也不得不跟着干了 两个人帮队长挖这一具 另外两个挖第一具 大家挖了两个小时 才把两具冰尸 从冰层里挖了出来 借着车灯 大家终于看清了 两具尸体的全貌 那第一具更加恐怖 两手手指四散张开 深深扣在脑门上 衣服同样是土里土气 小王瞧了半天 觉得这衣服不像是今年的款式 倒有点像解放前当兵的穿的军装 还是队长眼尖 说衣服上好像有名牌一类的东西 大伙壮着胆子走近一看 果然看见在胸林处有一块白色的地方 上面写了几个字 队长胆子大 凑上去一看 一个字一个字念了出来 西北国民某某军 这是当年国民party的士兵 大家都愣住了 在这冰天雪地荒凉的地方 在这新疆最偏僻的山区 哪来的国民党士兵 还是冻在冰块里 辉煌的车灯照着这两具僵硬的尸体 把他们本来就惊恐的脸照得更是恐怖异常 大家的心都犹如这寒冷的天气 冰凉冰凉的 他们怎么到的这里 新藏县解放后才通车 这里群山环绕气候恶劣 他们是如何进来的 有什么目的 他们的表情为什么如此的诡异 此前他们经历了什么事情 没有人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 这两名国民 Party士兵已经冻在这里四十多年了 现在怎么处理这两个尸体成了难题 这里的土壤很硬 挖坑埋了 基本是不可能的 最终队长狠狠心 吩咐队员把尸体扔下了路边的悬崖 处理完尸体 小王继续遭兵开路 但此时 他的心凉凉的 两个士兵那KB诡异的脸 一直映在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终于 凌晨前大家把路遭通了 两辆车开足马力继续向前开去 事后 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回避谈及此事 这件事就这么压下去了 小王给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 下方他要搬家 与我一起喝了几瓶白酒 讲完故事 他的脸凑了过来 眼神阴郁地对我说 这么多年来 经常做噩梦 梦见那两具被队员扔入万丈深渊的国民党士兵的尸体 还有那恐怖的扭曲的脸 咱们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